庆祝8月1号原住民族日 华联市公所星期天在旧铁道行人徒步区 举办了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现场不仅有原创世纪和歌舞表演 而经典适逢太鲁阁族正名20周年 活动也安排由族人带来涉日传说的 族与家庭话剧表演 市长威嘉燕特别出席 陪伴原住民朋友共同请客 8月1号原住民族日 华联市公所 这个星期天在旧铁道行人徒步区 举办了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庆祝活动 首先由花莲市12个部落头目 和市长威嘉燕来进行联合祭祀祈福仪式 祈愿主邻护佑家园平安 随后由花莲市部落妇女带来健康舞蹈 展现动感活力也为活动揭开序幕 花莲市公所持续的在为原住民 不管是在文化 不管是在祭祀的一个传承 那还有很多的一个语言方面 我们都持续的在生根 那像我们李正文议员有提到的 我们部落聚会所 我想我会努力好不好 我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部落的同步 感谢大家也谢谢我们所有主任 最后也要跟我们主任说 我想我们8月1号就是我们这里的日子 是原住民的一个大师 我们的外头也是原住民 所以我更加努力会推行所有原住民的事物 最后也祝福我们所有主任一切平安 好来 勿改谢谢 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动 除了星期天的市集和表演之外 在8月1号当天会在市公所举行庆祝活动 原型客同人会穿着族裙图腾背心 安排族语老师和洽工民众来互动 只要开口说族语 就有机会可以得到手工艺小礼品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共襄盛举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